陈关熙出席活动被推下场,网传遭大陆公安带走。 陈关熙受邀出席活动,却遭不明人事闹场。 图翻射。陈关熙微博,20101803.18。 香港男星陈关熙昨,17日在上海参加运动品牌的活动,他开心地接受访问,同时网络也进行直播宣传活动。 没想到访问才刚开始,一名男子突然冲上前将他推走,打乱了整场活动的进行。 主持人正在访问陈关熙,一名男子冲向前闹场。 图翻射。 微博,20101803.18。 活动一开始,陈关熙先在投射地球影片的看板上跑步,看起来就像他在转动的地球上奔跑。 他跑完后接受主持人访问,笑脸挥手,哈罗,大家好,我是陈关熙。 主持人访问他跑不跑得开心吗?他回了一句,还不错啊,之后一名男子冲上台前,推他下场。 事后网络盛传,推他下场的男子疑似是一名公安,被带走的原因是外籍人士没有登记就进行商业演出。 不明人士在活动进行中,直接闯入,打乱整个访谈流程。 图翻射。 微博,20101803.18。 事后陈关熙微博粉丝团陈关熙国际联盟发布讯息,安抚粉丝,陈关熙已经平安离开。 请各位粉丝不要担心,但他香港经纪公司并未对此事发言。